准备50克玉米用清水冲洗一下 倒入雪盆锅里面炒香 玉米煮之前用锅炒香它的去实效果不错 炒了6分钟可以闻到香味 有点微微冒烟就可以关火 炒好了倒入刷锅里 加入适量清水 倒入煮开转小火先煮15分钟 然后我们来洗冬瓜 这个呢是香芋冬瓜 它吃起来有一种香芋的清香 特别好吃 把这白色的部分擦去 这个白色的是酸 要用钢丝球才能够擦掉 好了切成小块 切开后把里面的染去掉 冬瓜不需要去皮 它有解锁的作用 我们只需要半个就够了 切开几片姜 姜不用去皮 准备6个乌梅 简单洗一下 这些在一般的药店都可以买得到的 一米包了15分钟 就把冬瓜放进来 还有姜 乌梅 线条中火煮开 再转小火煮30分钟 我们加个筷子呢 可以防止它铺锅 冬瓜和一米都已经绵烂了 这个时候来加入50克黄鲜糖 糖的量根据自己喜欢 夏天我就不喜欢吃太甜的 我们知道夏日清凉饮品 冬瓜一米糖水就做好了 喜欢吃冰凉口感呢 可以放到冰箱冷藏后再食用 既美味又清热结熟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ㅎㅎ 开始 涮点 进去 涮点 你 以上